不少圈中男神 男星不惊不觉已经人到中年 年半百 好似亚氏出身的51岁秦启为 向来以童颜见 但最近突然老了10年 童颜不在 虽然秦启为宝 失守 同样今年便踏入50岁的马国明 吴彦祖 刘凯等 颜值近年一多番被人讨论 而台湾的林志颖 年曾发生严重交通意外 但不老的他颜值依旧 人羡慕 相关阅读 马国明1999年入行初期 做过不少龙套角色 入行至今已近25年 终于在2019年平白色墙 登上是地宝座 马国明曾与多位圈中女星拍拖 钟情定前亚氏议员 汤震宗的女儿汤洛文 二人年12月在苏美岛举行婚礼 日前就在尖沙嘴的五集酒店补百喜酒 马国明自从与汤洛文一起后 意外表间打扮越来越年轻 更学会用EK经常与汤文在网上放闪 现年49岁的刘丹儿子刘凯威 于1994年加TVB第77亿元进修训练班入行 至今已经30年 刘凯近年在内地发展 曾与内地一线花旦阳密结婚 西婚因只维持近5年便离婚收场 二人共同辅 女儿刘凯威近年的五官 比起入行初七拍真情精致 即将踏入50岁的她 依然好子 还增添几分 熟味 其他文章 区区有申诉答问题送盆菜 宪政进行历史公家问卷调查 编辑部会拣选最具创意的对者 送出价值1698美元新春佛跳墙盆菜套餐 或价值198美元五福林门包 星岛申诉网已推出全新项目 区区有申诉并增设我要赞取栏目 县城邀市民投稿赞扬身边好人好事 共建更有爱社区 立即我要赞取想递更多精彩内容 请立即浏览 区有申诉活动专业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